你信不信,就算是让马云来过你现在的生活,他照样翻不了身 因为现在对于普通人的剥削真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我讲一个刷新三观的事吧 就是昨天呢,我去把车送去保养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打了一个出租车 是一个新能源车 司机呢,大概是一个我估计有35到40岁左右的中年人吧 然后在车上呢,我就跟他聊聊天 因为平时呢,我自己开车也不常坐这种网约车 我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车的租金真的把我震惊到了 每个月租金竟然高达5000多 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自己买个车呢 我说你这个租金都够我自己买一辆车了 他跟我说,私家车不能办理这个运营资质 然后万一被抓了,罚款也得罚2000到2万 后来快到家的时候呢,他还跟我说 说不仅是运营公司是这样的 就连网约平台也是会剥削 和那个租车的逻辑差不多 然后他给我看了一眼那个车费,我才恍然大悟 我给的车费是53块钱 然后实际上他只收到了38 就这么一个分成比例 你说你想让一个中年人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 怎么可能呢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说有一个外卖员 一个月大概跑了有1300多单 然后每天风雨无阻 平均每单外卖能赚个5到6块钱吧 一共发的是7800的工资 修车他修了一次花了200块钱 然后弄坏了客户的一个蛋糕赔了200 一共是剩下7400块钱的工资 每个月他要往老家呢 寄2600块钱还房贷 今年是他还贷款的第八年 他是上有老下有小 每个月还要往家里寄2000块钱的生活费 他自己是租了一个半地下室500块钱 你们能想象500块钱房租的房子得破成什么样吗 每天自己做饭吃 一个一天的开销大概是20块钱 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饭 一个月吃饭是600块钱左右 中途要是饿了呢 就买一点馒头榨菜 垫饱一口 一个月租电池还要花掉300多 然后平时呢自己也抽烟 10块钱一包 一天能抽个一包多 一个月也就是300多 新衣服他压根就不敢买 两件工装然后倒着穿 充个花费又得扣掉50 你算一下一个月还能剩下来多少钱 大概就剩个500块钱左右 就这么辛辛苦苦一个月存下来 还不到600块钱 你说你要是发个烧赶个冒啥的 可能连500块钱都存得下 就他们这种一天干十几个小时 你说他能不比你努力吗 但是他们没有你过得好 已经拼尽全力了 但也是刚刚好能吃饱饭 我为啥讲这个事啊 因为我今天看到热搜上有个话题 说当代的年轻人不懂得存钱 我看到之后我就特别感慨 因为我是从低骨气熬过来的 现在算是有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本 因为我曾经连30块钱的电费 我都套不起 我真正的穷过 所以看到很多有钱人总是习惯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世界 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谓的价值观 不过是他没有体验过 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罢了 他们不知道很多人终其一生 在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挣扎 不是他们不存钱 是他们没钱可存 网上有一种声音 很喜欢指责穷人 认为人之所以穷 是因为懒惰 不上进 不努力 目光短暄 在他们的眼里 穷就是有罪 但是现实是 穷人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考虑出路考虑未来 因为只是活着 他们就已经耗尽了 全部力气 依然是有压力的 提供的